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 一國兩制的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在此展現 昔日的寧靜小城已經蛻變成國際知名休閒旅遊中心 澳門科技大學建效於2000年 是由澳門社會嚴達創辦的一間非牟利斯立綜合型大學 活力充沛、發展迅速 目前已成為澳門規模最大的高等學府 亦都是中國兩岸四地最年輕的百強大學 澳科大坐落於澳門新城區中心位置 採用無遺長開放式的現代化校園佈局 和金光大道雙影生輝 澳門科技大學推行教員並中 立足澳門放眼世界的發展策略 為澳門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大學參照國際的學術標準 培養得財兼備具有良好實踐和創造能力的學生 推動創新和科學科的學術研究 為社會提供多元和高質素的服務 大學採用成果導向的教育模式 推動體驗式學習、國際夥伴學習和服務式的學習方式 大學擁有經驗豐富、學識淵薄的國際化CG隊伍數百人 為發展優質教育和卓越研究提供了保障 澳門科技大學目前設有文、理、法、管、商、醫、藥、藝術、傳播、語言等等多個學科門裡 可頒受博士、碩士、學士、學位 商學院在目前學生規模最大、學科最全面、應用性最強的學院 在全英文教學、培養國際化視野的理念下 學生能夠迅速融入國際化的競爭環境 其中,會計課程更得到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英國特許管理會計師公會 和澳洲會計師公會等國際行業認證機構的認可 為學生就業和升學創造機會 酒店與旅遊管理學院 坐擁世界獨一無二的款待實務環境 校園的周圍是國際升級酒店、餐飲品牌、世界著名消費品牌、文化藝術品牌匯聚 學生可以體驗學習到最新穎、最實用的世界級優閒 和服務產業的管理經驗 國際旅遊管理學士和碩士課程 雙雙獲得世界旅遊組織Tagwall優質旅遊教育認證 人民藝術學院是澳門目前設計藝術課程層次最高的學院 可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還設有新聞傳播課程 培育有創意、應用性強、高質素的綜合性人才 學院會經常聘請著名專家、學者和業內知名人士為學生授課 設有多個實驗室為學生提供最多的實踐學習機會 法學院課程填補澳門法律中文教育與推廣的空白 以國際法與民雙法為特色 其中仲裁與爭議研究中心更是澳門法律研究之首創 資訊科技學院對計數機、圖形圖像、軟件開發、通訊科技進行 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組成精英班教學 令學生具有強勁的實踐和研究能力 中醫藥學院是目前澳門唯一擁有完整的中醫藥高等教育課程體系的機構 提升澳門中醫藥水平,推動澳門和內地中醫藥多元化發展 亦是澳門和內地中醫藥教研合作的重要基地 設有科大醫院作為臨床教學支援 同時擁有多個設備齊全、儀器先進的實驗室 學院亦與國內多間著名中醫藥高等學府長期合作 為學生提供優良的臨床實習和臨床研究基地 健康科學學院著重培養科學科的醫療和健康應用人才 設有醫療及衛生持續培訓中心和專業醫療發展中心 為醫生、護士和醫療衛生工作者提供專業技能培訓 提升澳門醫療服務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國際學院推行現今複合性人才培訓模式 設置兩種外語加專業的組合教育模式 學院積極為學生搭建出國交流學習和實習平台 與二十多間世界知名高校簽訂合作協議 為在校學生提供長期的交換生項目 持續教育學院為目前澳門規模最大的高等學歷持續教育機構 引入澳科大各學院熱門課程 配以彈性上課兼讀的學習模式 為在職的人士開拓中心學習機會 當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推行教研並重的澳門科技大學 特別注重發展特色和優勢研究領域 建立多個研究中心和實驗室 伊托澳門藥物及健康應用研究院 成立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是具有國際先進的中藥質量和創新藥物研究基地 實驗室擁有最高端的化學分析和生物活性評價儀器設備 亦都是我國最大的中藥化學質譜分析中心 擁有各類化學分析質譜二十多台 包括世界最先端的質譜分析 核詞共振聯用儀 重點實驗室成立以來 研究團隊獲得多項國家和部省級科技成果獎項 提升了澳門總體科技水平 推動中醫藥國際化發展 設於太空科學研究所的 月球與行星科學實驗室 是中國科學院首個在境外設立的重點夥伴實驗室 以月球與行星科學為研究重點 參與中國上外一號、二號、三號探閱工程的科研工作 成為了港澳地區最早和最多參與國家月球探測項目的大學 研究論文在世界頂級科學期刊Science上發表 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擁有獨立的市場調查中心 是澳門政府認可的電話調查中心 配合澳門的宏觀發展趨勢 曾多次發佈、開展、舉辦多項與澳門社會經濟緊密相關的指數和活動 包括海峽兩岸四地消費者信心指數 澳門消費者信心指數 和澳門僱員信心及滿意度指數等等 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推動澳門研究方面獨具特色 全球史與澳門研究、澳門區情研究、澳門對外關係研究的國際影響日益提升 在2014年開辦的國際關係博士學位課程 亦屬於澳門的首例 研究所精心組織澳門社會系列講座 和外交官系列講座 展開中國和澳語系國家、外交關係和相關領域的研究 在近年,大學設立了多個新的學術研究機構 這些研究所和中心同時兼備教學研究方面的功能 為培養優秀創新人才提供實踐機會和研究的平台 澳門科技大學送上學術自由 支持教研人員開展多元化學術研究 鼓勵團隊協作 促進學術多元發展 為澳門和國家發展服務 大學特別注重發展特色和優勢研究領域 近年來,在學術論文發表 學術專注出版和專利成果等方面 分創歷史新高 近2014年,就獲得近40項國際發明專利 科大圖書館是我在科大當中最喜歡的一個地方 在這裡我可以查閱到非常多自己所需要的東西 因為這裡的館藏超過了100萬冊 在這裡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 隨時隨地就查閱到中國國家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等等著名圖書館的資源 讓我拓展了非常多的專業知識 奧科大經常會舉行一系列大師講座 比如科技大師講座 社會系列講座 外交官系列講座 和藝術名家講座 其中我最喜歡科技大師講座 從中受益匪淺 我對於學校來說 其實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認識到很多不同國籍的同學 例如有內地生 有澳門生 最特別的就是認識到很多不同的 exchange student 例如有巴西 英國等等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我對於學校的藝術團 加入了學校的藝術團 然後進入了民族舞蹈隊 在民族舞蹈隊裡面呢 我們會參加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動 還有比賽 我一直在訪問中 中國人的文化 我一直在訪問中 中國人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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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覺得 很興趣 因為我學習的文化 和中心的文化 中心的文化 中心的文化 所以我認為 這場所在最好的文化 中心的文化 我真的喜歡 它 有很美的 在這場上 在地上 我喜歡 我喜歡學習的文化 它是不同的方式 但我真的喜歡 它 而且 它是很棒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它有不同的 它有不同的面子 它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我認為 去旅行 不只在中國 但也在 Southeast Asia 我真的愛 Macau 我真的愛 MUST 我愛學習 所以 我必須回到 因為我只有 在歷史上 但是 我可以看到自己 在未來 可能要做我的 MUST 近年來 澳科大不斷加大 辦學經費的投入 在硬件設施 追上發展需求 更廣立人才 建立具國際水準的 優秀教研團隊 令大學在人才培養 學術研究 和社會服務等方面 累獲階值 在兩岸四地 八強大學排名中 的名次也不斷提升 展望未來 澳科大將繼續 二成革密之校訓 確守增進文化交流 智力人才培養 促進經濟發展 推動社會進步的辦學宗旨 不斷發展優質教育 和卓越研究 為澳門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活力充沛 發展迅速的澳門科技大學 正朝著國際知名的高等學府目標 大步邁進